比赛开始 好漂亮 这板球防得刘继康还防得非常弹强 对 3比1 1比1 现在我们看许兴旧这主战术中间位置 你搓我也强 你一条我也强 对 好球 好球 3比1 加油 许兴 加油 开局刘继康状态不错 3比1领先 哎呦 这擦边 没有办法 哎 对 五位失误多了也 其实还要坚持继续上手进攻 是 是 李继续 加油 李继续 加油 好球 漂亮 这刘继康在接许兴旧发球前几分处理的还是很聪明的啊 对 没有说我贸然像刚才仁浩一样我就反手去硬抢会硬拧 他还是用放慢节奏打个落点来来牵制着去寻进攻 上方的队拉 漂亮漂亮 森林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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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金林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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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林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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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然后这个发球呢 突然发到了许昕 有点这个追深的位置 发球的一个变化 这可以看到 当许昕上手拉起来之后 刘吉康的这个防御做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形成对拉的话 似乎这个许昕的质量更高 而且也更稳定一些 刘吉康对于他防守这块的保护 还是保护的不错的 在前边刘吉康和许昕行动 一分相识的时候 刘吉康的揭发球球的很不错 那么用正手放半节奏来牵制 可是当他后边这两分发球 又换了反手的时候 那么我其实觉得他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好的 这个机会啊 没有打上 很可惜 这分球如果抓住的话 那7比7和8比6的比分是完全不一样 对 因为接下来是许昕的发球 我总是看到刘吉康在这分 人家对方拧起来之后 他反手跟进这一板的节奏上面 他是太快了 抢得有点 造成他自己为失误多 过去质量可能很高 但失误也多 哎呦 这个 完全是自己的主动啊 但是失误 这局来看的话 李子强还是自己的失误啊 偏多 许昕加油 许昕10比6拿到局点 擦网 再摆 没拉上 漂亮 11比7 许昕 获得第一局的胜利 他那个节奏 就是车车满达 接班球还可以 有点 就是 就是脉越上 慢一点 到这边买起来 放平三心 他那个球 不用太行 反正要放出 反正要放出 而且你反正要别慌 就看着两下 如果他拦着点疏走 就能先上力去接力 先上力自己 放慢点 扒再挣回来 然后你上来 节奏我感觉挺好的 自己能往下来 然后打打的 是不是又要往上起 往上起去 自己的得压住 别被他拖着走 好 加油加油 第二局你赞 起进发球 放上来看到 双方的第二局 这个接发球应该说失误了 对 为什么刘吉康没有采用 他第一局有几分 接发球处理的 是非常不错的 是 特别是第一局的 这个开局的阶段 没错 对啊 就是用正手 等他转过来 放慢节奏 打落点 所以他这样过来 球队是逆着 喜勋的选择过来的 其实 喜勋还是有 对他的发力 有一定的影响 超好一米 这个分 我们等会说 超好一米 刚才是这个刘吉康 对发球擦网 但是裁判应该是没有看到 然后这个刘吉康 自己跟裁判说的 这个擦网 要重新发 超好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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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兴凡 加油 李兴凡 加油 李兴凡 加油 比分咬住对于刘继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接下来两个发球就非常关键 好 李兴凡 加油 所以看得出许馨这把球打的弱点很刁钻呢 李兴凡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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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手没有拉上 可以看到第二局其实在前面这几分当中 许馨自己的失误也会经常的出现 但是像这种球其實你要是喂给许馨的话呢 他真的就很困難 而且许馨这一分球 只需要挡一个落点 李兴凡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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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一分就是加保险的一个大节奏 要么就直接抢冲 漂亮 这一板球拧得非常突然 哦漂亮 这一分游击抗还是打得非常聪明的 许许是那一拐的 他的追身球 但是撇的方式 撇的外斜线 所以这板球打得很巧妙 而且质量也挺高 哦 哎呦 这个有点太急了 他想偷袭一板 我想法是好 但是这种发球直接失误有点可惜 直接让许许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11比6 谢谢在下一局 一点他们没看到 没guide 只要有协谷 现在没有声明 下一次 立坏 就ye词 原來 就是 3 路线 一个 2 4 4 他马上看到双方第三局的比赛 第三局比赛 基本上如果你是没有什么质量的拉球 那么对于许勋来讲是没有任何威胁的 这很果断的给你反拉回来 而且质量比你过去的球高的多 这一分剑法球批长批的还是挺聪明的 好球 很漂亮 好球 刘志刚还是有一个这种节奏上的变化 对 但是衔接做的也很不错 这个真的 写心的这个球质量太高了 对 他刚才到处第二板球的时候 其实他是被动的 但是他那板过度球过得非常好 他很顶 对 线路很长 搞得刘志刚反而被动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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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局开局之后 刘继康在比分方面还是咬得挺紧的 也没有出现过多的无畏失误 太转了这两天 而且我们其实看到许昕 你看上去她的不到位或被动的时候 但她的手上的质量还是很高 这一点可能只有她的对手 能够很正确地感受到她这个球的旋转 好球 5比5平 这一局这个开局刘继康应该说呢 感觉没有像前两局那么的拘谨 更放得开 对 所以这个分数现在也是交替上升 挺起来 漂亮 其实在这个局当中我们没有看到刘继康有过渡的时候凶狠 但是她把球能围住了 就是她的防守 这一局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没错 就防得比较清楚 哇 这个是许昕的两个发球啊 刘继康连斩两分 7比5领先 如果刘继康她和许昕对应对应 她也主动抢得很凶的话 那么她的失误会非常多 对 可是她刚刚没有 她是采用控制 然后我围住 我在防守上面做的严谨 严控一点 那么把比分咬住 所以这个无形当中也是给许昕有了一定的压力 好的 好成 总是感觉许昕的这个质量啊 好像对不上那个点 对 她借不上那个刘继康的力 这一排又是 哎呀 但是这一下太保守了 为什么 直接就退到中演台了呢 没有顶住 不是 因为刚才那个 许昕在接刘继康 他的球速特别 速度特别慢 许昕见不上力 所以他采用了一个就是消的形式 然后刘继康一降低速度 马上许昕就机会来了 哎呀 7比8 7比8 刘继康 这时候深圳队叫暂停了 因为第三局的比赛来到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了 这次质量的比赛来到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了 徐欣加油 徐欣加油 那在你回来之后 继续看双方第三局的比赛 现在刘吉康8比7领先 徐欣发球7比8 很关键的一分 这个揭发吃发球了 这板球刘吉康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他是想批住 然后起码不让许欣第一板冲他 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宁啊 对于许欣来讲好像威胁不大 这个条也没有挑上 非常可惜啊这两分 对 把刘吉康能寻求点变化 有了漂亮 这板也是薄杀了 也是薄杀了 就我抢一板 其实这个应该是他在这局里边 抢上台质量高质量 极有了这么几分球 这球拉上去之后身体已经是背对球台了 没错 基本上就是不打算让这球回来 9平 哇 又吃一个发球 发比奇之后吃两个接发球 这个太可惜了 这样的话是赛点 他往重发 在等着他了一分 没错没错 许欣这个就是用他最常用的最惯常的一个发球的战术 这样的话呢 3比0击败了刘吉康之后 许欣帮助上海队拿到最关键的一分 那么上海中兴是以3比1的大比分击败了深圳保安明金海 好 我们今天在现场的结束部分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 3次的评修在现场有张博指导和陈阳为您带来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为远远博士 再见 再见